根據世界核能協會的統計 目前全球有31個國家使用核電 也有14國的67部機組正在興建當中 而韓國更是計畫在20年之內 要提升一倍的核電比例 這顯示了全球核電還是在成長當中 本月8號 日本新河岸標準正式上路 核電廠運轉年限定為40年 四大電力公司立刻提出旗下10座反應爐安檢申請 大規模複合進入倒數階段 2011年311大地震 日本全國50座核電廠全面停機 卻終究敵不過經濟發展的現實 走上複合之路 根據世界核能協會統計 到2011年為止 全球共31個國家435座核能機組運轉中 有14國67部機組新建中 而規劃中的是27國164座機組 核燃料的價格是很穩定的 而且它是一批核燃料的話 它基本上它可以運展一年半 所以在整個國家的能源安全角度 還有能源價格的穩定 都是非常有正面的注意 主要國家核電比例 法國77.7%最高 西班牙和斯洛伐克都是54% 烏克蘭47.2% 匈牙利43.2% 美國19.2% 日本18.1% 韓國34.6% 台灣是19% 光是中國就有29部機組新建中 51組規劃中 提議中的更高達120組 韓國20年內更將提升一倍的核電佔比 能源局直言各國積極發展核電 我國的能源競爭力面臨極大的壓力 對政府一再宣稱核電穩定安全 環保團體並不認同 美國它有那麼大的一個空間 那麼大的一個環境 如果假設真的比較不幸 它發生了所謂的核災的話 它人口疏散的問題 還有會比較容易解決 然後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們也有那麼廣大的一些 沙漠的地方 所以它如果說它將來要找到 所謂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 也是比較可能的 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 不只台灣 包括歐洲 日本 美國 都興起反核風潮 但是從數據上看 各國還是競爭提出 新建核電廠的計畫 核電的存費辯論 還是各國難解的問題 記者黃宇劉漢林 台北報導 大陸